我收到一條問題 那些同學問 我等了很久才有這麼高班的問題 我覺得很有趣 做老師最喜歡被問到不懂 我平時上課都說 你給點時間回去想 下個星期我才回答你 那一隻 我真的要坐下來想這條問題 問題就是 我不是說顯化 你用吸引力法則 理論上 你要什麼就要什麼 你要個好車 就可以顯化到好車出來 人家舉了很多例子 想想的就一定會有 我曾經反應 我想這條波鞋 真的顯化到波鞋出來 尺寸適合 款式適合 完全是個風格 是的 問題就是 如果是manifest是這麼厲害的 顯化什麼都能顯化到的 還用不著做手療 手療想達到什麼 腫瘤沒有了 你manifest就可以了 你想改善什麼關係 不用做手療 大家去manifest就可以了 手療就多餘了 嗯 其實我最厲害的那些老師 真的manifest到的 譬如我老師 Ron他那些老師 他真的走過來 然後說 Oh you are healed 那就healed了 或者耶穌不需要見那個人 都已經說 要是healed 那就healed了 所以在最大師級的手療 你可以說 這一種醫療是即刻的 是即刻的顯化 嗯 反而是 第一要 其實這個問題很好 就是回到最基本的東西 什麼是手療 是的 什麼是 什麼是病 什麼是療癒 什麼是病 其實我們要先理解 首先 就是我們下來這個世界 經歷不同的事情 嗯 是不是 就是我們根本的本質 是perfect的了 沒有病痛 沒有什麼 這個我們同意的 是啊 不過如果我想 通家的人不知道你說什麼 是 他們不會同意的 那就不用說了 怎麼會不用說呢 你問 你作為手療師 你要了解這麼多個層次 嗯 作為手療師 是不是要信這件事 是不是要信這件事 信 信 我們下來這裡去 去體驗這個 體驗這個經驗 我覺得要的 因為 這個是個病的過程 如果有個手療師說 我是信輪迴的 我不信你 你說的什麼 我下來什麼經驗 這些 信輪迴更加是 信天堂那些 可能不是 但輪迴肯定是你下來 去覆貨的 是不是 嗯 所以 是的 所以我們下來這裡 是雷德夫的經驗 你想一下 佛陀這麼厲害 是 為什麼他病 都是 他怎麼死呢 是啊 他無緣無緣無故死過 是啊 人家說是 現在用現代的話 是 腸胃炎 是 是 是 他都保不住他 他全家人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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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理解就是 其實我們下來這個世界 是經歷不同的東西 是的 可能我們的靈魂 是想需要經歷不同的東西 學某些東西 而通過病套學某些東西 嗯 這樣 這個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講顯化的時候 我們 如果馬上叮了那個人 他便沒有機會去學功課 嗯 那就會在另一個方面出現 大家都 讀開新心靈的朋友 都很熟悉這件事 也都如果你教 任何吸引力法則 這個 這個都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不根治 你顯化那個慾望 其實你在另一個方面會出現 你教我顯化也是這樣 嗯 嗯 所以 我們講顯化的 我們講病 或者講什麼 我們講很多個層次 首先是物質的層次 嗯 接著是氣場的層次 嗯 現在手錄很多時候 我們是在活動氣場的層次 嗯 就是搞定氣場的層次 身體會變成 嗯 接著有情緒的層次 嗯 你的理念的層次 你的家族的層次 你的集體意識的層次 等等 上到去 上去最 pure 就是本源的位 嗯 嗯 如果我們真的 我理解的手錄呢 就是上去最 pure 源頭的位 源頭的位 然後下載一個 update 或者不是 update 一個本身的藍徒 嗯 下來這個身體 嗯 就是它是經過你講的物質層次 是的 是的 所以如果我們學手錄 很多時候我們在學關於我們身體 以及我們的這個 我們叫 subtle energy 那個氣場那些東西 嗯 所以我們是通過我們做手錄 我們在學關於這個層次的東西 嗯 是吧 是呀 是呀 所以這個交流 這個過程 我們是 master 著 我們是學習 怎樣可以在這個層次 正如一個醫生 他在學眼科眼球 等等 是吧 嗯 理論是你顯法不需要的 是啊 但是我們在這個社會 或者我們有個興趣 在這個層次去經歷一些事情 或者去理解一件事 這樣 所以就是這樣 嗯 嗯 那就是說呢 學手錄呢 就不是一種技術 就不是一種 就是怎樣去醫治人的那種 而是 其實剛才我們說的那些 根本就是離開了這層次的 嗯 是改變的信念 看通一些東西 這樣 這樣 你可以這樣說 但是也都 其實你記得 我想手錄有一樣東西 最有趣就是一種互動 就是除了你和你自己做之外 很多時候我們是一個互動 嗯 就是通過這個互動 你是和那個人建立一個關係 可能你會對死亡我理解 對病我理解 你作為療癒師 你會經歷很多不同的情緒 囚治 這樣你是 因為你是答通了 嗯 就是你是上邊答通 這裡答通 那樣 所以你的經歷就有很多床次 嗯 嗯 這個經歷呢 我又這樣想 當我和同學問起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突然間有個意念就是 喂 其實我很享受和人做手錄 是啊 你現在說顯化 雖然我可以用顯化的方式 可能可以 所以的時候 我便少了這個享受 這個過程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 是 剛才你有提到 我和他建立了一個關係 是 做手錄也是這樣的 是 這個也是值得的 是 而且不僅你和他建立的關係 是 你和神聖在建立的關係 嗯 其實那個狀態很舒服 是的 有些人打坐入靜冥想 都是追求這個狀態 沒錯 而我們是通過和另一個人的交流之下 去感受這個狀態 嗯 所以我們每次做手錄 其實是在做靜心 是啊 所以我們是在練功 嗯 如果馬上顯化 那 沒有功練 嗯 還有我覺得 說真的 就是 一個病康復 或者 就是 去到那個結果 有很多條路 是 而可能有些人 是真的有興趣 手錄這個過程 因為他們發現 可能是練功 或者他是其實 在練我的慈悲生 等等等等 是我 是 但是有些人不是 那他就走另一條路 嗯 那可能有些 我又想到 其實 如果你這樣說 In a way 手錄也是一種顯化 絕對是一種顯化 是 是 我是心想事成 我是無中生有 是 是 不做事 或者我手也不 繞著手 是 那我就做了一些 這個是一種顯化的方式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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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在於 他是 我是作為一個頻道 嗯 作為一個導體 是 一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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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個問題 你提起 我想起 我看到有一個訪問 就是 New Wars 是 是 《與神對話》 那個作者 是 接受訪問 是 人家問他 你怎樣看《秘密》 是 我當時也有參加過這些 是 都幫過他的 是 不過 那些澳洲人 是很低B的 是他才做這些低B的 為什麼呢 他說 你想想 他整出氣 就是90分鐘 100分鐘 整本書那麼大 講得那麼多那麼低 什麼顯化到 但是他竟然沒有一分鐘 沒有半分鐘 提到 說 去顯化 令他這個世界怎樣的 就是和平 沒有那麼多 就是 暴力 什麼那些東西 他說 你這幫人做什麼 你這幫人說 顯化 你顯化那些遊艇 顯化那些男神 你不去顯化那些東西 你知不知道 你有了遊艇 有了男神 有了家庭溫暖 有什麼你自己享受 不是等於你快樂的 很多人有了這些東西 都要叫自殺 對 他就說 所以 你這些是多餘的 他說 唯一真的要顯化的 只要一樣有顯化 是什麼呢 就是顯化我自己升班 我自己開誤 顯化的目的就是開誤這樣 那就是了 那你現在這樣說 他又說得通的 我們不去顯化世界和平 就是因為世界是需要不和平 這個是劇本我們要經歷的 或者我們怎樣 我們 我們 ready的時候 我覺得就會有世界和平 但是這一刻 我們未ready世界和平 哈哈 引引 事實上 事實上 我想是有人顯化和平的 是 大家都是call for全世界 有幾百萬人一起 其道什麼什麼 那些就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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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本書 The Secret 就是 但是他沒有強調這件事 他經常說來說去都是個人的 我想什麼我想什麼 我想要什麼 因為他的圖片不夠大 嗯 是啊 如果這個是一個夢來的 你一個夢裡顯化到什麼 So what 對吧 哈哈 你要醒 在一個夢裡 所以太小了 所以 Niu 他去疾這本書 是有道理的 是 他說 可能是不是真的看得太窄 但是這樣才暢銷 是啊 是啊 那他有沒有吸引那個朋友的人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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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之前也有說過 就是顯化 如果不是從心顯化 或者你是 從一個慾望顯化 其實你是繼續顯化你的慾望 繼續顯化你的慾望 是啊 是啊 我想我們推廣手療 是 都會有這個情況 是 如果我們猛 為什麼那些人會來學手療 是 都是想得到他自己想得到的東西 是 比如我想我幫我媽媽做 是 我想搞定我的腫瘤 是 就是那些 但是如果我們猛強調這些東西 那就沒有剛才你說的那個層次 那你就會吸引你的那些人 但是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門口 就是很多踏入新心靈的朋友 是的 不是自己在低谷的方向 亦都很多手療師 如果不是因為自己創傷過 病過 他們都不會找其他方法 所以這個是一個門口 但是你不要只是站在一個門口 事實上 過去二、三十年 我看到我的學生 他們都是 有兩類的很有趣的 一類就是 不知為什麼 覺得有衝動要來學 之類 突然間覺得有這種衝動 第二種 就是有剛才我講的目的 就是很具體的 我希望我救到我老公 是 是 而事實上 那些人呢 後來不能夠救到他老公呢 是 他自己呢 都得到很大的資訊 他自己入了這個門口 就去了另一種東西 還有最矛盾就是 顯化是 你最覺得不需要的時候 他就會顯化給你 剛才陸一林 你不是贏大獎 那位同學的 是的 他也是我靈氣的同學 那麼他就告訴我 但是他的狀態是 嗯 我覺得我會 這次贏大獎 但是我其實根本都不需要 我會送給別人的 是 在這個 不是很重要的狀態 這個世界就會 就是給你 相反呢 你慢慢要 要 要 我一定要 沒有睡不著 我睡不著 就行不行不行 顯化不了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上手了 就是學習怎麼放下 這種我一定要醫人 我一定要救人 我一定要 我一定要被救 那種感覺 嗯 希望我們講了那麼多話 不知道你收到什麼 講一下這件 講一下那件 我想整個主題都是覺醒 awakening 我們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你自然就行了 就是 就是 阿尼好有趣 他在那個訪問那裡 就是別人問他 他就是說 你要看封城 人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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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封城封城 人家說 他就是這樣說 他說 其實我們真的要 顯化的 就是自己 星飯 對 有那些 自然的風聲就會來 不是你去追求的 那些風聲 對 我們老師一向都是這樣 對 手條就是這樣 嗯嗯嗯嗯 好啦 那今天就趕到這裡 好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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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